历时三年的时间 共计一千八百多吨的民兵 报废弹药销毁任务 日前在南京军区 连起某分部弹药销毁战结束 这是南京军区跨度时间最长 单次销毁数量最多的民兵 报废弹药销毁任务 随着最后三箱报废枪弹 在销毁龙里销毁 福建省军区和安徽省军区的 民兵报废弹药销毁任务 圆满远团 这批报废弹药共计一千二百多万发 一千八百多吨用持三年时间 这个弹药销毁战担负着战区内的 我军通用报废弹药销毁任务 从2009年8月份开始 销毁战就开始了这项 包括围管 引信 枪弹和炮弹等 五十多种民兵报废弹药的销毁工作 由于人有少 任务重 民军每人需要销毁三十多吨的弹药量 这些报废弹药已经超出了储存年限 在性能上极不稳定 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 我们每销毁一发炮弹 就是销除一个安全隐患 弹药销毁是一项危险系数很大的高危工作 为完成此次销毁任务 销毁站成立指挥 运输 医疗等十个作业小组 对报废弹药 装卸运输 分解拆卸 烧炸等六十多个环节 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保证销毁任务安全 高效之行 这批民兵弹药的销毁 消除了福建和安徽两省 民兵弹药的安全隐患 确保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